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罗哈 在龙光焕发的旁边 我们要迎接崭新的一年了 我们农历春节过完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有点起心动念 有什么样的念头呢 是不是转职的念头 转职真的会比较好吗 要问到这一题 我就一定要邀请我的厌世小伙伴 我们龙总欢迎简直豪 嗨 大家好 诶 有想要转职吗 诶 怎么可能 诶 怎么可能 他没有这个选项在别人心中 哇 好会接好会 9万18款了 好会好会 这一题是不是很多人在过完年之后 真的会有一点蠢动 我觉得不用再过完年 年前一定就要开始布局了 然后一年当中一直在蠢动 对啊 不论如何我们要听听看 我们的街坊向洞之间 有没有传来一些 离子的讯号 那我们就听听看吧 Let's go 怎样的理由你比较不能接受 他觉得睡觉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他睡多久 他睡一年是不是 没有 他都睡到下午两三点 你后来怎么回答 我后来就说 就回家睡到吧 那老板你看 是不是每年到快过年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离职高峰吗 我觉得是 像我员工现在就有在提说 他可能年后想要换新的工作 那我也是祝福他 那你觉得在过年前提离职比较好 还是拿到年终后提离职比较简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 拿到年终之后再提吧 迪之理由 在公司大爆炸就走了 甩了就走了 哇这是很帅性的那一种 嗯对我很佩服他 网路上都会教 就是有些比较体面的方法 大家不要撕破脸 那为什么通常都会落在过年后 这段期间会认真的考虑要不要走 就是年终啊 自己有其他的规划 或是要去读书了之类的 我年后刚第一份工作要上班了 这是你准备出社会了 对对对 恭喜你 所以明年这时候我们来问你 你可能正准备要转职 转职有可能 我一定会写得很文情乒乓 我会先称赞 可能到这个台体团 想要往更好的地方发展 所以 你觉得你自己 不会是那么奴的这个世代就对 对就感觉 要不会说是全盘去接受 所有做任何的一些事情 就感觉还是要去 有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一下 假设工事六点下班 时间到了 但是前辈还在认真工作 你是走还是不走 如果刚开 我应该还是会装模作样一下 假设工事六点下班 前辈五点五十八分跟你说 来开个小会 表情控管能够维持好 你现在已经维持不了了 这个离职了 我遇过最离谱的是 我有个朋友 他离职是因为他想要去 法国看那个自由车比赛 就会看自由车比赛 那这个请假不就好了 我们老板不允许 不允许 他就真的离开了 真的离开了 他有去看吧 至少有看成 他有看成 就是觉得有些人就是比较自由 不会被束缚 因为我是工程师 所以我们就 比较坦白就讲 所以我们会讲 大家不愿意把 把以后的 把以后的后路给烧掉 所以就 还是用程式嘛 然后你打进去之后 发现是一对一连串的抱怨 像我以前有个同事是出家了 怎么了 没有啊 他就出家 然后他就离职 上面人当然要同意 不同意怎么可以 他说他为了要出家 所以离职 对 那现在还真是在出家吗 有啊 那公司的给他打击有多大 让他看过红尘成这样 没有啊 他就说本来都要跟佛有缘 另外一个是当牧师去了 那公司一定有问题 那公司一定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这样啊 公司上面有基地台 怎么样 早期啦想退休 但是那个政府没有钱 就不让他退休 他就直接去找医生 开个那个精神官能证 什么东西这样 当兵想要跟厌退一样 对 大家都会找一些 比较特别的理由 让老板没办法拒绝 一直跳槽 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跳槽 我只是说年轻的时候 要去到处体验一下哪一个地方是合适的 然后确定好以后 30岁就要把它定下来 不要说30岁以前 我觉得跳来跳去是很正常的 一般其实我是觉得 不太需要太奇怪的理由 如果是大公司 有一种叫做内部转职 你想要转到其他部门 或者是其他部门有你很心仪的对象 你可能就 这个其实也是还不错的 就是换老板 换老板不换工作 家里突然出事情 自己的狗狗死掉 不想要这份工作 那他真的有狗狗死掉吗 没有 我想要今天要请假 但是私下在发现动 或者是做别的事情 然后结果就撬班 最后他三天不来 就直接旷班 然后就离职 你有办法好好的讲完这个离职吗 先跟店长讨论好说 我可能另有规划了 然后想要离开这边 然后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前 就是先规划好 然后跟下一个人交接完 我在顺利的离开这间店 那他是遇到一个真的很勤勒的店长 我没有你我不行 没有你我们店会倒这样 嗯不行 都死掉了 只会直接跟主管说 我心情不好 他不想做了 那他有获得离职吗 有 就因为心情很差 他心情很差 然后就不想做了 如果你的离职会是怎么样起好 没有我目前还没有想过 这种问题 这边的工作现在蛮幸运的 幸不幸运 就稳定 都还不错 我在铺马上班 很棒耶 福利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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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真人吧 每年可以获得几双鞋 五 六双吧 每年 那刚换个LINE 是不是帮我回家里面 要上厕所之类的 然后就跑走了 就这样就走了 你说这里也没有回到座位相貌 对 不说不解释原因 就等于是说找个借口 说我要去吃饭 或是我要去上厕所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没有离职过 自己做生意 都是人家离职我 那人家都说什么 因为表面上都会说 我有生涯规划 好像听过有人说 家里有田 要回去种田 这种 但是有回去种吗 但是你很明显就知道 这些人他是在讲敷衍的理由 请问老板最不能够接受 什么样的离职理由 都可以接受 钱给太少 可以 民众太烂 可以接受 因为他其实就是想要离职 但是我们反而会很真心的 去感谢那些他愿意讲一些真话的 比如说如果他在离职的时候 他觉得公司哪里可以更好 那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如果你不满意 你现在的工作或状态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的先沟通先 而不要说 我很不满意 然后我去离职 用这种方式去做最后的沟通 那这样大家会很难来协助 因为其实以老板的角度 他也很想要帮助你 获得更好的发展 Yeah 今天访结束了 哇 收获满满的耶 听到好多荒腔走版的答案 噔 我觉得对 就是有一些神的征召 或者是直接尿顿 可是到底为什么年后 总是会有这种想要蠢动的形容 会不会觉得就是 你知道 一年复食是不是 万上更新的感觉 或是觉得春天了你知道吗 那心动的那个小牙也发出来 他觉得本身不自在 跟着就换个工作 无论如何啦 就是也当然希望大家目前工作 都是做得很开心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遇到了 想转职的念头的话 也请记得好好的 跟你的老板说再见 我觉得刚刚最后那个老板讲得不错 先沟通 如果真的再沟通不良的话 再选择立志会比较好 对 没有必要一次就直接走到 七八段的那一步 当然也希望所有要转职的 观众朋友们转职顺利 并且可以获得老板满满的祝福 也请帮我们多多回看 分享高宇山新闻台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